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GNP与GDP 在往后的这个讲解当中 各位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GNP 跟这个GDP 简单来说 GNP就是国民生产毛额 GDP就是国内生产毛额 这样的指标呢 主要是在衡量 一个经济社会 目前的一个 总体经济的产出 同时这样的指标 也可以衡量 这一个经济社会 它的整体的经济表现是如何 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 对于你所要了解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表现的好坏 我们可以从它的GNP 或是它的GDP 来检视 来观察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 它的经济表现是如何 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叫做国民生产毛额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GNP 第二个目标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是国内生产毛额 也就是GDP 第三个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 来计算 所谓的国民生产毛额 以及国内生产毛额 我们的学习方法有 第一个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 聆听这个课程之前 先做好预习的工作 第二个 在聆听这个课程的时候 能够专心的聆听 那遇到老师所提到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能够迅速的把它做一些助记 在课后呢 能够做迅速快点做一些复习的工作 那把老师所强调的重点 整理成笔记 那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 找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 来跟我们所讲解的这些内容 来相搭配 我们的课程大纲 第一个 介绍国民生产毛额 第二个 介绍国内生产毛额 第三个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国民所的会计账 透过国民所的会计账的方式 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以计算出 GDP还有GNP 第四个 我们要谈的是 国民生产毛额 虽然它所表现的是一个 经济社会的总体经济表现 可是它跟经济福祉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 在往后的投影片当中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 我们先对于 国民生产毛额 GNP 各位同学看到这个投影片上面 GNP的定义啊 它说 GNP啊 既然叫做国民生产毛额 那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 只要是你是本国的国民 不管你是在 本国 或是在外地 你都是本国的国民 那你所生产出来的最终商品 那你所生产出来的最终商品与劳务的 你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管你是在中华民国境内 或是被公司派租到国外去 你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你在外地 在别的国家 从事生产活动或是劳务的时候 所赚取的报酬 一样都要计算在 中华民国的GNP里面 那所以说 各位看到这一句话 我们在这张投影片里面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说国民生产毛额 采的是属籍主义 也可以说属人主义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管你是在 台湾或是在国外 都算是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你从事生产活动 所赚取的报酬 都要计算在本国的GNP里面 好这个地方 请各位同学留意 那我们根据这样的定义呢 我们分别去说明 他的这一个定义 那相信我们这样的讲解完之后 各位同学一定会有 比较详细的 了解 各位第二个 在定义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说一定的期间 通常我们在说明这个GNP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说 它是一定期间 所以它可能是一年 或是一季 所以各位如果有去看 主机处所公布的 这一个国民生产毛额的数据资料的时候 各位可以发现 它基本上都是用年的资料 或者是季的资料 来呈现中华民国的GNP 第三个第一里面 我们说最终商品与服务 什么是最终商品与服务 各位我们是一个国民 我们从事生产活动 那我们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最终商品呢 各位因为 如果我们不是用最终商品的话 那个中间投入 中间的投入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中间投入啊 如果我们也把中间投入 列入GNP的计算的话 那我们会有 重复计算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裤子工厂 它进了这个拉链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再把它缝到裤子上面 好变成一个牛仔裤 所以各位 在这个时候 拉链是什么 拉链是一个中间投入哦 因为 这一个裤子工厂 它进了这个拉链 这样一个东西进来之后 变成了牛仔裤 最后牛仔裤 才拿到市场上面去卖 那一个牛仔裤 才是最终商品 这个时候的拉链 就是什么 就是中间投入 那如果各位 有时候你裤子的拉链坏掉 我们有一些 专门在修拉链的那些 阿姨 或是婆婆 你拿去 直接拿裤子去 那边 重新装修那个拉链 那个时候 这个拉链就是什么 就是最终商品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开一家早餐店 各位时常会吃汉堡蛋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个鸡蛋呢 这个汉堡店 进了这个鸡蛋进来 然后做成汉堡蛋 卖给你 那个汉堡蛋才是什么 才是最终商品 这个时候的鸡蛋就是 中间投入 那如果说 我们今天到卖场 去买鸡蛋回来 因为我们晚上 想要煮蛋炒饭 那这个时候 我们去卖场 买了鸡蛋 回到家里 煮蛋炒饭 那个鸡蛋就是什么 就是最终商品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用最终商品 与服务这样的一个数值呢 是因为如果 如同刚刚的例子 我们把鸡蛋 它是中间投入的时候 也把它计算进来 然后当鸡蛋是最终商品的时候 我们把它计算进来的时候 那我们的GMP 我们在计算GMP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个数值会非常的庞大 因为有很多的商品 它其实只是中间的原物料 它只是中间的投入 那我们又把它计算在GMP里面 为什么说我们会有重复计算 因为鸡蛋 它是我们进了鸡蛋之后 是做成汉堡蛋 那我们不是在汉堡蛋的地方 已经计算它的产出的价值了吗 可是你又把鸡蛋 这一个原本当做中间原物料 这个价值 又把它计算在GMP里面 所以会有重复计算的嫌疑 所以这个部分 非常的重要 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了解 我们要用的是 最终商品与服务 那最后一项的定义呢 我们说 它是 明目市场价值 为什么我们要用明目市场价值 各位看这个地方 国民生产毛额计算 是以市场交易的价格作为计算的基准 各位同学想想看 我们要计算一个经济社会的总体的产出 总体的产出 我们在计算这个产出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产品的单价 乘上我们卖出去的数量 我们才能够得到 这一个经济社会的总体产出 那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商品 有很多不同的商品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加总符号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价格 那所以各位 讲到这边不是有一个问题是说 有些地方比如说各位应该听过所谓的地下经济 就是简单讲 比如说家庭主妇他没有到就业市场上面去工作 可是他在家里帮忙人家带小孩 当了保姆 他也是从事一个劳务行为 他在帮人家带小孩 可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市场交易的价格 所以我们在计算GMP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把这一个家庭主妇 他在家里面帮人家带小孩 这样的一个从事劳务行为 这样的一个现象计算在GMP里面 好所以到目前为止 各位我们对GMP的定义 其实是非常严谨的 也就是说GMP强调的是本国国民 不管你是在境内或是境外 一定的期间可能是一年 也可能是一季 所生产出来的最终商品与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些中间投入扣除掉之后 再来计算GMP 而且最后一项也就是投影片上面所显示的 他所呈现的是一个明目市场价值 也就是他一定要有市场交易的价格 我们才有办法计算GMP 如果没有市场价格 那我们就无从计算起 好所以各位同学 请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记下来 那接下来介绍完了GMP的定义 也就是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国民 你所从事的生产劳务所赚取的报酬都计算在GMP里面 那现在呢 国内生产毛额是什么 是属地主义哦 好 这个地方请各位同学留意 国内生产毛额计算是属地主义 简单来讲 属地主义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是哪一国人 但是只要你是在中华民国境内从事生产活动的话 那都计算在本国的GDP 再讲一次 不管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或是其他国家的国民 只要你在中华民国境内从事生产活动 这样的劳务行为的这个报酬 就要计算在国内生产毛额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境内 有很多的外商公司进驻 那么这些外商公司里面 除了雇佣本国的劳工之外 也有当他们原本国家 这些外商当地的居民来台湾工作 那这些外国人在台湾工作 他们从事劳务行为所获取的报酬 因为他是在中华民国境内从事劳务行为 所以他要计算在中华民国的国内生产毛额里面 可是他是外国的国民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用GNP来讲的话 他在中华民国境内从事生产劳务 所获取的报酬 要回过头来赚在他们国家的GNP里面 这样各位同学可以理解了 好所以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市值 他说国内生产毛额跟国内生产毛额的差异 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的跨国 或跨区的移动 好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名字叫做国外要素尽所得 好 这一项等于什么 各位看 GNP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说GNP是属人主义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 只要在中华民国境内从事生产活动 我们都要把你计算在什么 计算在我们的这一个GNP里面 所以 这个国外要素尽所得是什么 是 本国国民在境外获取的报酬 要扣除掉什么 因为GNP指的是 这一个国家的国民 可是GNP GNP是什么 还包含了什么 外国人在本地所获取的报酬啊 GNP 只要你是在中华民国境内 你是外国人 一样要计算在本国的GNP里面 但是GNP不包含这一项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再扣除掉 是不是要扣除掉外国国民 在本国境内从事生产活动 所获取的报酬 好 这样的调整之后 本国国民在境外所获取的报酬 扣除掉外国国民在境内 所获取的报酬 好 两者之间的差距叫做 国外要素尽所得 简单来讲 国外要素尽所得就是 本国国民在国外到底赚了多少回来 那如果国外要素尽所得是正的 就表示本国国民 中华民国国民在国外赚了钱回来 那如果国外要素尽所得是负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外国人从本国赚了比较多的钱 回去他的国家 好 这个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接着我们就跟各位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实质生产毛额 刚刚讲的都是明目市场价值 刚刚我们对GNB或GDP的定义 都是明目市场价值 那其实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跟各位同学介绍 实质的生产毛额 其实实质的生产毛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 我们在跟人家讲我们的生产毛额的时候 我们都用实质的概念 其实就是跟这一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就是基期价格 来衡量各期的生产价值 我们刚刚不是写了一个符号说 GNB GNB呢 它是很多种商品 商品的单价呢 乘上它卖出去的数量 或是它所创造出来的数量 我们把它加总起来可以得到GNB吗 那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实质生产毛额 实质生产毛额就是什么 我们用基期的价格 各位 这个东西 往后各位在进行深入的学学的时候 老师们会跟各位同学做详细的说明 就是基期 我们为什么要用基期的价格 因为用基期的价格 可以排除物价膨胀的影响 各位看 从民国95年到100年 如果95年 96年 97年 98年到100年 物价都是呈现上涨的情况 那物价在层上这一个 所创造出来的这一个生产的数量 那个GNB也是会增加的嘛 如果数量维持不变的话 随着物价上涨 这一个物价乘上我们的产出 GNB一定会上涨了 那所以我们要用实质生产毛额来衡量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表现好坏是比较准确的哦 那如果用明目的生产毛额的话 它会随着物价水准的上上下下 而有一些调整 所以实质生产毛额是比明目的生产毛额 在衡量经济表现上面是比较好的一个指标 这个请各位同学留意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 跟各位同学说明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来计算GNB或是GDP 好我们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从生产面来衡量 那我们就说 我们把这些生产的这些附加价值 全部加总起来 刚刚我们的定义是说 最终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对不对 好可是这一个市场价值里面 我们刚刚有讲说 我们一定要把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中间投入扣除掉 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中间投入扣除掉 好我们有一个厂商的生产总值 扣除掉中间投入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生产的附加价值 其实我们的GDP就是要把什么 我们的GDP就是把每一个阶段的生产附加价值 把它加总起来 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得到GDP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面包的来路跟去向 那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小麦这样的农场 它先种小麦 然后种完了小麦之后 小麦然后变成面粉 我们有面粉之后 我们再把它做成面包 那你一看它有这样的一个中间投入 各位这个请同学各位自己看 它有两千块的中间投入 可是这两千块的中间投入之后 做成了小麦之后 有一千块是出口 有两千块是卖到面粉厂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最终商品了嘛 那所以我们的生产的总值三千 扣除掉它的中间投入两千 这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 它的生产的附加价值是一千块 以此类推 面粉厂进了小麦之后 它一定要把它做成面粉嘛 面粉它有三千块是卖给消费者 有两千块是卖给面包店 好所以它的生产的总值是五千 扣除掉它两千块的中间投入之后 它的生产的附加价值是三千 那面包店呢 进了这个面粉之后 还进了一些香料 好然后做成面包 面包卖给政府 卖给消费者 所以它的生产总值是五千 扣除掉这个三千块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然后它的生产的附加价值是两千 所以它把每一个阶段的生产附加价值加总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国内生产毛 好 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境内 我们讲的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中华民国境内 假设这是在中华民国境内的话 所以它是国内生产毛 并非国民生产毛 好所以我们再加了一些假设 各位看下一张投入片 如果我们加了一些假设 假定这边 各位看这个地方 假定我们从法国 聘了面包师傅 支付薪资300 我们要买机器对不对 跟国外银行融资 我们要付利息 各位我们刚刚不是跟各位讲的这个很重要的市值吗 GNP跟GDP差了一个叫做国外要素尽所得 我们必须要把什么 必须要把本国国民在国外 在境外所赚取的报酬加进来 可是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没有本国国民在国外获取的报酬 只有外国国民在境内所获取的报酬 有哪两相 就是法国的面包师傅 我们支付他的300 我们跟外国银行借的钱 我们要支付他利息 所以我们没有加项 只有减项 减掉什么 减掉300加200都是外国人 在本国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取的报酬 我们必须把它扣除掉 才能算成是我们什么 才能算成是我国民所创造出来的GNP 好 所以是5500块 好 这样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吗 这个部分请各位同学 回去能够再多加的利息 这样一个衡量的方法非常简单 接下来的另外一种衡量的方法 我们要计算这个GDP的方法 就是说从支出面来衡量 也就是说 一个经济社会的总产出 产品这么多 到底这些产品流落到何方去 可能是被民间买走 可能被政府买走 或是被外国人买走 好把这四项加总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国家的GDP 我们先说明什么是民间消费支出 简单来讲 民间消费支出 第一个 我们把民间消费分成三种类型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做耐久财 什么是耐久财 比如说像冰箱 电视 冷气机 洗衣机 汽车 这些都是耐久财 我们会去买车子 我们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会去买冷气 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会去买电热气 等等 这些都是使用期限比较长的 什么是非耐久财呢 非耐久财就像什么 用了就没有了 比如说吃的东西 小孩子用的玩具 还有一些衣服 这些都是非耐久财 使用年限并不是那么长 好第三项是什么 第三项是服务 服务 比如说我们可能因为生病了 我们会去买一个医疗保险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保险 金融保险的服务 娱乐观光的服务 我们去看电影 或是说什么 或是我们要缴纳的水电费 我们水龙头打开有水 开关按下去有电 那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去支付这些水电费 才能够得到这些服务 好这个是民间消费的部分 好这个请各位同学 自己看啊 这我们刚刚都已经做了说明 接下来是国内投资的 国内投资也就是民间投资的部分 各位 也是分成这三项 一个是固定投资 一个是住宅投资 一个是存货的变动 好 这三项会计算在民间投资里面 什么是固定投资 固定投资就是我们对机器设备的购买 有没有固定资本财的购买 那住宅投资很简单啊 除了你的什么 除了你对于购买自用住宅之外 房屋的营件还有修缮费用 也计算在民间投资支出里面 你去买房子 算住宅投资 你房屋的修缮还有营件 也计算在住宅投资里面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存货的变动 各位如果有学过会计学的话 存货的增加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投资的增加 所以存货的变动 也计算在我们的民间投资里面 好 那另外我们就跟各位同学介绍到了说 刚刚讲的这个民间投资 其实都是毛投资 国民生产毛耳当中的投资支出 都是毛投资 那毛投资要扣除掉什么 扣除掉折旧之后 才叫做净投资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毛投资叫做什么 国内资本形成毛耳 那净投资扣除掉 毛投资扣除掉折旧之后 叫做国内资本形成净额 那所以一样的道理 国民生产毛耳减掉折旧 叫做国民生产净额 国内生产毛耳减掉折旧之后 叫做什么 国内生产净额 好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GNP减掉折旧叫做NNP GDP减掉折旧叫做NDP 叫做国内生产净额 好 这样的概念很容易理解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 我们经济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产品 有一部分是被政府买走 所以政府购买又称之为 政府的消费新支出 各位 我们现在讲的是 政府的消费新支出 所以比如说 我们雇佣公务人员 来提供国防 行政 司法 治安的这些服务 我们的这些薪资 就算是政府的购买 那这边特别留意 政府购买跟一般的政府支出 不一样哦 因为政府支出除了什么 政府支出除了这些消费性支出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 各位应该有听过什么 叫做公共投资建设 公共投资建设什么 那一些公共投资建设 不是消费性支出哦 这些公共投资 是资本性的支出 而不是消费性的支出 另外 我们也曾经跟各位提过 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 叫做移转性支付 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也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 把这个所得 从有钱人的手中 移到什么 移到贫穷人的手中 这个东西叫做 所得的重分配 它是一个移转性的支付 这一个所得的重分配 因为我们在做GNP的计算 或是GDP的计算的时候 一定牵涉到产品的产出 可是这样的一个移转性支付 只涉及到所得的重分配 并没有牵涉到产品的生产 所以这些根本都不能计算在 我们的GNP里面 所以政府的购买 所指的就是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那最后一项呢 就是进出口 进出口意思就是说 出口减进口 又称之为国外的进需求 到底外国人买了多少本国的产品 好 这些概念我们在前面的单元 已经跟各位说明过了 就是出口大于进口的话 就要出差会有贸易盈余 那出口如果小孩进口的话 会有入差或是贸易赤字的产生 那我们就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个表 来计算GDP 那各位看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的时候 这个GDP就是什么 民间消费在哪里 民间消费在这里哦 有没有 授予消费者有没有 民间的消费有3000加4000是7000 有没有在这里 投资呢 有没有看到 投资在哪里 各位 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 前期的秒总 前期的秒总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存货啊 我们说民间投资有三项 存货的变动也是一项 所以我们的前期的存货是100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民间投资 政府购买呢 各位看这地方 政府购买在这里 有没有 政府购买在这里 所以这边政府购买也是1000 好再来 我们不是要一个进出口吗 我们的第四项叫做进出口 出口减进口 出口 各位 出口在这个地方 出口是1000 进口进口有多少 我们进口了这一个杀虫剂 进口了这一个香料 这个2000之外还有这一项 各位看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圈圈把它表示出来 我们还做了一个假设 假设面文厂不是像国外银行借款的2000块 用进口机器设备吗 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要支付它200块的利息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又借了2000块 然后再包含这一个杀虫剂的进口 以及香料进口 所以我们的进口是4000 所以根据这样的换算 我们也是得到GDP是6000元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最后一项 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是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分配面的方法 来衡量GMP或是GDP 各位都知道 我们的生产要素有 劳动 土地 资本 以及企业财能 那这个劳动 土地 资本 企业财能 这四项的报酬呢 分别是薪水 地租 利息 还有利润 那我们把这四项加总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叫做国民所得 就可以得到 国民所得 可是 国民所得 跟国民生产蛮好是不一样的哦 他们插了这两项 国民所得 是这四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的加总 GMP必须要扣除掉 折旧以及 建议税金额之后 才能得到国民所得 好 所以各位要了解 GMP 跟NI 就是国民所得 这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 往后各位再 进入到这个单元的学习的时候呢 老师们会再跟同学做一些深入的说明 那一样 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方式 根据这个劳动 报酬 利息 地租 还有利润 我们作为这四项的加总 得到了国民所得 再透过那个折旧 还有建议税金额 这样一个加总 我们一样也可以续算出来 这一个国家 它的GMP 跟我们刚刚前面 用生产面来衡量的那个例子 完全得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各位同学 我们有生产面的衡量 有支出面的衡量 也有分配面的衡量 这样的方法 请同学 务必要牢记 最后我们会提到说 有了国民所得 我们还会进一步去计算 个人所得 那它这当中呢 有一些这样的调整 请各位同学 参阅哦 回去再去多看一下 那之后呢 个人所得 再扣除掉我们所缴纳的 这个所得税啊 扣除掉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个人可支配所得 这个个人可支配所得呢 就是什么 就是 你真正在口袋里面的钱 到底是多少 好 各位同学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内容 从一开始 我们跟各位同学 说明什么是GNB 什么是GDP 从它的定义 一路一路的说明下来 那我们也跟各位同学 介绍了三种不同的方法 可以来计算我们的GNP 第一个是从生产面来衡量 第二个是从支出面来衡量 第三个是从所得面来衡量 那特别在所得面的地方 我们也跟各位同学介绍了一些名词 比如说有国民所得 国民所得跟GNP是有差别的 那透过一些项目的调整 我们计算出国民所得 那国民所得之后呢 我们也透过一些项目的调整 计算出个人所得 那么进一步 透过个人所得 减掉这一个个人的执金税之后呢 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得到了个人可支配所得 好 以上呢 就是有关于国民所得会计上的部分 希望各位同学在往后的学习 能够非常的顺利